馮莺·妮芳 農曆 馮莺·售 各位法师、朋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由大国攻合中心举问的广播 《可以知道怎样死?》 我是今晚的诗乙 Recovery, 麦朗诚 大家好 我是今晚的诗乙 Alan 萧显凛 今晚的广播反应非常烈 九百多張的門票在短短兩天之內已經派發完畢 還有很多朋友拿不到票 由此可見大家對這次講座的支持 希望在這裏可以以掌聲給大家支持 Ellen 你知不知道大國高雄中心 只是成立了很短的時間 是啊 Regine 大國高雄中心 在2009年6月正式成立 是政府註冊的佛教團體 中心的理念是管著愛心 以回饋社會 Regine 讓我考一下你 你知不知道中心的信念是什麼 我當然知道 真愛無戒嚇 陪你過難關 沒錯 雖然大國高雄中心 只是成立了短短幾個月 但是中心已經展開了一連串的 義工陪訓過程 和社區關為服務 更加要在醫院上為醫護人員舉行講座等等 而這次更加是大國高雄中心第一次舉辦的講座 是啊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大國高雄中心的資料 在大家的座位上面 已經有一份介紹大國高雄中心的單張 另外一份是提問子 稍後我們會有問答環節 大家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寫在提問子上 然後交給我們的義工 最後 還有一張是公眾集會需要提交的健康新報表 大家填好之後 在離開的時候 放在門口的收集書就可以了 多謝合作 今晚的講座是大國高雄中心 開展有苦大家知系列的第一個項目 在接下來的一年裡 大國高雄中心 將會到訪、學校、醫院 和其他機構舉辦不同的活動 希望大家能夠了解彼此生活上面的苦 令大家可以攜手共渡難關 今天 我們很榮幸邀請到顯陽法師和我們分享 顯陽法師披禮在上星下一步黃水作蠟 在15年前 即1994年 法師遠赴加拿大溫哥華參與創辦保留學佛會 也在2006年 法師擔任美國三萬市大國聯社的主持 在這麼多年來 法師在美、加、香港、馬來西亞等地 弘化地生 在今年的6月 法師在香港成立了大國福幸中心 希望以愛心回饋社會 在2000幾年前 孔子曾經說過 未知生、焉知死 意思是我們怎樣生 怎樣來到這個世界都還未清楚 又怎會知道死亡呢 顯陽法師一生經歷了不少苦難 令到他最死亡 令有看法 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顯陽法師 告訴我們 可以知道朕若死 請用熱力的掌聲歡迎 掌聲欣陽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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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白亡之中 能夠這麼有耐性 對自己這麼有愛心來出席這個講座 在幾天前 有位朋友他打電話來 說他媽媽剛剛檢查 報告出來了 發現有癌症 可不可以我們幾姐妹一齊來聽 昨天謝醫生的講座 我們想辦法給了票 他人跟我說的時候 我就多口問一句 他有沒有問拿我的票 他說師父 人家剛剛發現 還滿懷希望 你這個題目 好像不是很適合他 是呀 好了 你們有沒有覺得 今天這個題目不適合你們 沒有 真的要給你們一點掌聲 中國人是很忌諱死的 我也很怕這個題目 所以我就想著 如果以後要出DVD 我一定改這個題目才行 為什麼我不改呢 一定不能送禮 你說送禮給有病的人 給老人家一定看都不看 好了 請大家看下你隔壁左右 我們這麼有緣份 竟然不怕死在這裏相陣 大家打個招呼 謝謝 很有緣 快點看下隔壁左右 你看看 勇敢 這樣啊 死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日常生活裏面 我自己呢 就由我阿嬤的喪禮開始 認識死的 那有個小朋友呢 他讀小學四年級 爺爺就過了生 他要向學校告假 出席他爺爺的喪禮 那要填請假表啊 那他填請假的理由 他就填 出席 那那張請假表交到老師手上 老師看著看著就告訴他 你不應該填出席 出席呢 是主角 死者是主角才可以是出席 你不是主角啊 你是陪著你爺爺送你爺爺一程 你回去再填過 然後再交給他 然後再交給他 回去一填 老師一看 請假理由是 陪葬 原來我們對死亡都很混淆的 根本上 原來就不知道什麼是死 好了 先問問大家 你們知不知道 死是怎麼回事啊 知道的舉手 沒有人舉手 什麼 忘了 對不起 不應該說死 誰知道往生是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 我知道 很少 再問 誰不怕死的 請舉手 十分 其他那些怕死 不是 說給你 怕死你們是正常的 舉手那些不正常的 這個世界而言道兩行的 剛才那些你們告訴我 真是多少個分配 那些這樣的掌聲 你們說合不合格 先看看 他們這麼有勇氣 不怕死 給他們一點掌聲 以後就知道 知道自己錯了 不怕死? 講死吧 再問大家 你知不知道你以後會怎樣死? 不知道的舉手 嘩! 反正99.999 好了 剛才說不怕死的那些 你們擔不擔心你死的時候 死 其實真的不用怕 怕的是什麼? 死不去那時候 是嗎? 好 給點掌聲 剛才舉手說不怕死的那些 希望他以後容易死一些 你今天呢 如果你怕死時就真的慶死了 我從頭都死到尾 為甚麼要這樣? 原來中國人 亞洲人很忌諱過死的 因為他不知道死是甚麼回事 以為從此在這個世間上消失了 生命是到此為止了 怕不怕? 肯定怕 一個人 他請教一位大師 大師大師大師 麻煩你給我看看 我以後會怎樣 我將來會怎樣 大師看也不看就說 你死定了 大師說得對嗎? 對 這裡有哪一個人說 自己避免不用死的 我夠膽說 沒有人舉手 是不是? 肯定要死 不過看看我們何時死 生命的好悲和無奈 就是這個 我們不知道怎樣死 不知道何時死 不知道死不死得去 不知道死得得不辛苦 是不是? 最重要還有一件事 哎呀 不捨得死 很奇怪 就是這樣說 如果你有財有勢的 不用捱的 你都說眷戀富貴 寧華 原來有人 原來有人 熬得很悲很苦 生活了 今朝不得晚 現在沒有奴隸制度 否則他一定是奴隸 熬得很辛苦也好 原來他都不想死的 你又信不信? 留藝 尚且什麼? 探生 沒有誰 願意在正常情況之下 放棄自己的生命 而生命的價值 就是在這裡 有些人為了救人 他可以犧牲自己 有些人為了成全人 他可以放棄自己 也有些人 可以圓滿自己的生命 可以怎樣? 擔心自己 什麼人都有 好了 面對死亡 說真的 面對死亡 我有一個朋友 在溫哥華認識的 今年七十多歲 我們叫他楊伯伯 他很灑劫的 他以前在香港的時候 是做殯儀業生意的 香港應該很多人都認識他 他無疑無疑 移民去溫哥華 安享馬田 他看死亡是怎樣? 他將自己的墓碑 黑了三樣東西 中 法 白 他起初跟我們解釋 他問 為什麼我要黑中法白 他說 我不喜歡打牌 但是我太太很喜歡打牌 你知道吧 一刻了 中法白 那些 隔離輪舍左右 他說 我們只有兩個人 我陪同 我太太也只有兩隻腳 他們會知道 久不久他會來跟我搶腳 好了 他說 我又無兒無女 那些人看見地下 中法白 三個牌 他們很自然 中 法 白 那就向我鞠三鞠躬 但是到了前兩年 楊伯伯終於跟我們說 他說 師傅 其實我黑中法白是另有原因 這位就是楊伯伯 是不是很樂觀 他說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他說 忠 就是 一生人 都很希望自己 一擊即中 然後就大發突發 哦 駁完一輪之後 他說 才發現 原來自己一生人 是兩手凶凶 他說 最慘就是那個四方 那個白 是一副棺材 到尾就是一副棺材 吸住我們 咦 我們想想 我們想想 老人家有這樣的遠見 我們起初來到這個世界上 對我們很有信心的 你看我們從出生的時候 握著拳頭仔 寶寶出生你有沒有見過 大家見過 我們每個人都騙過 向天告示 我要掌握這個世界 到走的時候 握著手 握著手 原來什麼都握不到 這樣就走了 每個人的循環都是一樣 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一樣 都是帶著期望 帶著信心來 但是很大部分人 都是帶著失望 甚至乎 是對這個世界 帶著傷感而去 那有沒有一些好樣點的呢 死得好看點的呢 讓我們不要那麼害怕 有沒有你們說 有 有 我認識的 有一位朋友 他自小 家裡的爸爸媽媽 就說他時辰百智 黑家人 你不可以把這個女孩放在家裡 如果你把這個女孩放在家裡 他會令到你整家人家散人亡 於是爸爸媽媽把他怎樣 給了人 終於就被那位牧師 收養了他 有位牧師收養他大的 是呀 那位牧師非常之虔誠 公書教學 到牧師晚年了 入了去醫院了 牧師每一天 都是去每一張病床 和每一個病人祝福祈禱 每天都是這樣說 就有一天 醫護人員見到 牧師今天為什麼跪在這裡祈禱 跪這麼久都不起來的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起初就以為他今天肯有什麼事 要跟主耶穌聊 在這幾個小時之後 覺得不對勁 走過去看看 牧師已經跪在那裡 騎著土 含著笑 去了天堂 我又認識一位 我們的朋友 他自己的父親 是道長 信道教 道長 一生人慈悲到不得了 他怎麼走呢 去完洗手間 走出來 走出來 站在洗手間和廳 中間那個位 他太太叫 今天怎麼站著這麼久 今天 等著等著 覺得 有些不對勁 走過去 摸摸他 站在那裡已經走了 道長 我想我們再看看我們尊敬的德蘭修女 德蘭修女的一生不用我們說 是不是 如果要講佛教的菩薩 無可置疑德蘭修女是這個世界人間的菩薩 她曾經講過一句話 她說 我們不能夠做驚天動力的大事 我們只能夠是用偉大的愛心去做小事 於是她一生人不停地在勞苦大眾 在這個世界生活得最低層 最悲苦的人身上 她不停地用偉大的愛心做小事 幾十年來為天主教奉獻一生 直到她臨終上天堂 去天國最後一分鐘 做的都是一個十字架的手勢 就是 向上帝祈禱 向世人祝福 一個宗教界的領袖 到死的時候 那個信仰都是這麼堅定 對人民那個愛心都是這麼真摯 這麼迫切 全部都是我們很好學習的對象 我們佛教都有 廣陰老和尚 如果佛教徒你應該聽過他的名字 廣陰老和尚 1986年往生 23年前 廣陰老和尚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他一生人在他出了家 上了山修行之下 躲在山那裏 沒有東西吃啊 沒有東西吃 唯有吃水果 在吃水果養了他大半生 於是台灣人叫他做水果和尚 你應該聽過 在他臨走前 1986年他95歲 他年初那個時候跟那些信徒說 跟那些徒弟說 我想年初一走了 那些徒弟以為你開玩笑 師傅 年初一 大家很忙的 你走不得閒啊 我們 他說 不得閒啊 那年初五啦 就是這樣講完了 年初一早起床 過完早齋 他開事 就是跟所有信徒 徒弟講完話 他就說 他要去高雄的廟通寺 去到之後 他說 我不再吃東西啦 不再接受醫藥啦 不再吃藥啦 好啦 年初二 有一點點不舒服 氣息比較弱一些 年初三 完全精神爽利 又跟那些徒弟 跟那些信徒 有說有笑 年初四 他突然之間叫了徒弟 早上 來 你們全部來 全部一起 站在太陽下面 大曬 大曬太陽 徒弟 師傅做什麼事呢 全部全部出去 曬完之後 他就跟其中一位徒弟說 你得了 他們還未得 我不知道老人家這個得是什麽的境界 就是這位 就是這位 他說得這位徒弟 在他走了之後 就承接了 成天子 年初五早上 如常地同所有 徒弟信眾 聊完幾天 交代完一些事 吃完午餐 下午兩點鐘 跟那些人一起念佛 念念一下 他看著他們 我學的 不知道是否這樣 看完之後 閉上眼 這樣走 準準年初五 是不是給我們一個 很大的力量 什麽力量 這個境界 你不用恨 你告訴我 你行的 我都不是很信 而是要放下那個時候 就怎麽樣 放下 這個不是承不承諾的問題 不是說你已經承了人 一定要做 你就做得到 或者做不到的問題 是真是修行的功夫 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得到 修行人做得到 真正的修行人能夠做得到 趕老和尚很出色的 當代佛教的泰斗 他還有一件事 我去過他的成天子 他們的成天子 他還沒起那個時候 原來曾經發生一件事 你知道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同弟 很多很多信徒 於是 每個人就知道 師傅要起大典 人人介紹什麽 你知道嗎 風水師 師傅起大典 一定要選擇一個好的位置 做大典的落腳點 竟然出現超過十個風水師 但是 十個風水師 每個人說的位置都不一樣 怎麽選 選來選去 這個說這個好 那個說那個好 如果有老人家不出聲 拿起一張藤椅 就叫著兩個徒弟 你們跟我來 一個拿張藤椅 一個就跟他拿把線 他就那天在山頭 這裏坐下那裏坐下那裏坐下那裏坐下 有人就說 這裏是大典 中心點 那裏就說 師傅 這個位置你是憑什麽 找出來的 你知道嗎 要從什麽找出來嗎 感覺 他說 沒有什麽咬就沒地方了 老人家的那種豁達 那種體通世情 你說好 道道都是好 是吧 你說不好 你怎麽理的都是不好 成天子就是這裏面子上來 高僧大德 偉大的宗教領袖 每一個都是我們很光輝的榜樣 可以祝我們 帶領我們走越去人生最後一程度 居士做不做得到 在今年的5月 就有一位很虔誠的基督徒 二十幾歲 cancer 他臨死的時候 他臨死的時候 和他所有朋友 和他爸爸媽媽 說下了自己對他們的內疚 對他們的感恩 再和他們說 我很感謝在這一段最痛苦的日子 基督一路陪著我 直到他走 平常人都要有這樣的心 你信的是什麽信仰 你就要把那個信仰 帶到你生命最後一分鐘 這份力量支持到你最後一分鐘 那我又有一個朋友 佛教徒 前年往生 cancer 肝癌 我本來不認識他的 就是因為他知道我曾經有肝病 他的師父想辦法 希望我可以幫到他 所以在最後的日子 大家有 見面之願 在他臨走 那早上 之前那天我還見完他 早上7點多鐘打電話來 說不行了 去到已經完全昏迷 怎麼叫都不醒 他說已經昏迷了幾個小時 怎麼叫都不醒 他80歲的媽媽 坐著輪椅來 一進來一見到他 馬上 嘩 那樣哭 其他人就說 伯母你不要這樣 你這樣他很難過 他就是要搏 他只是說一句 你讓我摸多他一下 你讓我摸多他一下 那於是身邊的人就有了他 輕輕摸摸他的臉 但是有一個人家碰到我的臉之後 不肯放 不肯放 一路握著一路握著 好啦 那些人就說 你剛才答應了 答應了我們 你不激動才進來的 如果你再這樣 我們不讓你見他的 如果你想陪他最後那段路 伯母你可不可以 乖乖地聽聽說 坐著一路和他念佛 如果不是 我們就帶你出去 老人家一定願意 好啦 他願意 就在他坐著那時候 我起床 走過去那個朋友耳邊 我大聲跟他說 我說 你80歲的媽媽 現在合著掌 流著眼淚 在你身邊 念佛 送你最後一程 如果你是一個孝順的女兒 如果你是一個好的佛教徒 你報父母之恩 報佛陀之恩 你就在這個時候 我們把所有東西放下 聽著念阿彌陀佛 把所有東西放下 聽著念阿彌陀佛 於是 你知道我的聲音 只會說聲而已 阿彌陀佛 我就在他耳邊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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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昏迷了幾個小時 身邊十幾個人在一起 然後看著他 看不看我口型呀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好了 阿彌陀佛 你好厲害 你所有師兄弟 被你鼓勵到 我說 對啦 什麼都不可想 去 上路 我們再用佛路送你一程 於是大家一起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哇 整個病房 關門 害怕吵到隔壁 噢 練完佛之後 他們八個小時後 再揭去快步一望 那種感動 那種感恩 全臉 你知道肝病的人 走的時候怎樣的樣子 黃色 我相信好面認識他們 任何一位 紅粉飛飛 陷著燒 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整班人的信心 強到不得了 所以 如果你家 如果你家 有人 是往生了 離開了你 或者 命不久矣 假如 你到今時今日 你還是得過悲傷 難過痛苦的話 我只能夠告訴你 你和對方的緣 就到此為止 你和對方的愛 亦到此為止 你和對方的愛亦到此為止 最好的品德 最好的個性 怎麼樣 移植來我的身上 祂勤勞 我加倍勤勞 祂有愛心 我加倍愛心 祂有耐性 我加倍愛心 有耐性 我要在我的生命裏面 有祂的影 我要祂的生命 在我的身上 能夠延續 我們要這樣 這樣你才和死者 真真正正愛心 真真正正心 但是偏偏現在的人 好像我愛得來 好像 瘋狂 只有錢 離開了 瘋狂 就好像沒有東西看 也沒有東西可以說 有時 人做不到的事 畜生做到 在幾年前 我們在溫哥華的時候 有人就拿了一隻 諾威娜來 聽清楚我講的 諾威娜 幾年大 諾威娜來 求我們收養牠 這隻狗很善良 諾威娜善良 他說他真是的 他任那隻狗咬 他不還的 不還口的 好了 那隻狗來到我們那裏 真是逐個師傅來求 走來控我們 求我們收留牠 真是好像懂事那樣 好啦 我們就收留了牠 跟我們相處了幾年 盡心盡力盡責到不得了 我們出生花園 牠就一定跟去花園 我們在停車場 牠就一定跟去停車場 有人來寺院拜佛 哪一個 當然在花園走過一圈 是不是 牠一定 跟到你祝賠 你走過一圈 然後跟你說聲 再見啦 好啦 你知不知年初一 牠收的利是 年初一 牠收的利是 你看不見那條頸子有條鏈 牠收的利是 是比我們任何一個師傅都要多 那個是香油箱就差不多了 塞到滿了 牠一邊走一邊跌 牠看一邊跌了 牠又不懂得撿 於是整個花園道道都是利是 我來不中就要出去撿 然後呢 這些是你的 沒有辦法 那我們就沒有收到火食費的 但是呢 有佛誕 有些什麼 供佛 買些花 你的錢 共爭 你的錢 這些呢 大膽一點 你起個帶頭再拍下手 那種人家就跟著來了 好啦 所以我們所有做真好事呢 這隻狗呢 都有份的 但是始終牠有脾氣的 有一次 我忘記了一件什麼事 某位師傅叫牠 牠不理睬 從來未試過 不理睬師傅 誰住在字眼裡 夠膽不理睬師傅 竟然是你的狗 那我最惡那個 不行 你怎麼可以這樣 教訓完一輪之後 教訓完一輪之後 告訴牠 逐個師傅去 say thank you say hi 於是我請了這麼多位師傅 在停車場 都不需要的 一人站在角落 一人站在角落 這位師傅在那裡叫牠 牠要去的 這位在那裡叫牠 牠要走來的 牠真的聽 一叫牠走 一叫牠走 我說嗯 回來我那裏 那就 goodbye了 厲害了 那就獎回牠 到我前幾年 肝病很嚴重 昏迷了 其他師傅就跟牠說 楊師傅不行了 你好好看著牠 其實根本就不用說 我一病了 牠一定在我 睡在房間的窗外面 躺在那裡 頭就看著我的床 常常不動 好了 那次昏迷之後 我不知道我講你們明不明白 在沒有人的情況之下 牠不斷地撲向高空 你知道什麼事了 趕東西 趕什麼你又想像到吧 知道嗎 我們沒有人見了 我又不知道 那些師傅告訴我 不斷地爛著 不斷地撲 不斷地撲 好了 前年大病了 癌症 整個在肚子裡生出來了 不行了 我們錄了一餅錄音帶 我不斷讚牠 不斷多謝牠 不斷鼓勵牠 24小時在牠耳邊播 起了一聽牠 起了一聽牠 馬上看看 咦 怎麼會這樣呢 好了 整天24小時在這樣說 牠聽聽聽聽 牠知道了 好安樂好自在 走了 走完之後的第二天 走完之後的第二天 全身的毛突然之間 亮亮亮 發光的 整身軟軟軟 我們很簡單的 找個紙箱 師傅自己做了個紙箱 把牠平時用的皮 摺好它 弄好它 好了 然後呢 我們的當家師傅 在紙箱上面寫著 多謝牠 我們很快會再見 就這個箱 兩位師傅親自送去診所 牠在診所上火化 那些護士一見到這個箱 馬上流眼淚 牠很好的人緣 因為牠實在太肥了 二百多磅 牠去診所看了醫生 就逐個護士跟牠們打招呼 一隻狗 自此自終 當牠受完苦難 當牠去到狗生最後的日子 牠都是這麼盡忠 這麼盡責 牠很知足的 這隻狗很知足 一定來 是因為牠 一定來 你想想 這隻狗走了之後 診所送兩棵樹來 給我們種 講明是為了紀念牠 從來沒有種狗 為什麼我要回這麼多蝙蝠 不講人講狗 我見你們種狗 種得實在太離譜了 當牠是寵物 是不是 又抱又桌又疼 好 你疼牠可以 但你有沒有想過 你疼完牠之後 要送牠去一個什麼地方 你自己回去想 如果你和牠的情 在牠走了之後 你生不如死 通不欲生的話 你有問題 對不對 那隻狗也有問題 你這麼傷心 牠傷不傷心 一樣傷心 這份情再牽下去的話 糟了 很可能下輩子 他不知道是怎樣 很難地關注你是狗牠的人 又再來一次 如果你相信輪迴的話 即使你不相信輪迴 你都覺得應該怎樣 好了 你和牠的緣份在這裏 牠在生的時候 你真的應該好好地照顧牠 但是當牠離開了這個世界 你是不是應該 將一份愛心 怎樣 繼續好好地做好 你自己人的本分 過好你的生活 你可以再養過另一隻 無可厚非 但你不可以不停地傷害自己 用傷心難過去傷害自己 你覺得我講得對嗎 所以 盡責 知足 感恩 食福 是生存在這個地球上 任何一個人 無論你任何宗教信仰 你都應該要 為什麽我們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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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原來我們是沒有盡過責任 為什麽我們怕死 我們不知足 為什麽我們不捨得死 我們不懂得感恩 為什麽我們不願意死 不懂得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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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責 你是什麽本分 你在做什麽崗位 你是銀行董事 你就要守你董事的職責 對不對 和操守 你是老師的 你就要守你老師的職責 和操守 你是警察 你是醫生 你是什麽本分 你就要盡責 有個小型飛機 機上坐了五個人 飛飛一下 突然之間 機件出現故障 機師在播音桶上說 現在飛機出現故障 在幾分鐘之後就會墜毀了 我是飛機師 很對不起都要做一次了 因為飛機上只有四個降落傘 我先走了 於是他背起其中一個降落傘 就跳了下去了 飛機沒有了飛機師 不斷向下 不斷向下 另一個 他就說 我是律師 對不起都要做一次了 我還要為這個社會伸張正義的 我先走了 背起第二個降落傘 跳了下去 第三個人搶著說 我是有錢人 我以後還要濟貧 我要做很多社會福利 我們對社會很有貢獻的 對不起 我先走了 拿了第三個降落傘 跳了下去 機上面 只有剩下一個老人家 一個小朋友 那個老人家 馬上按著那個小朋友 就說 小朋友 背著這個降落傘 你快點走 他說不行 爸爸我要和你一起 他說 沒有時間 走 我不行 我一定要和你一起 他說剩下一個降落傘 他說 不是呀爸爸 剛才他們三個人裏面 有一個人在方念之中 背著我的書包 跳了下去 我們一起走了 當在日常生活裏面 我們身邊的人 只要事實有一個人 不負責任的話 都會帶給我們痛苦和危險 是不是 你沿染了一個不盡責的人 想清楚 馬上要靜光 立刻靜光 這次很棒 不敢亂回答 一不負責任 身邊的人 很痛苦很痛苦很痛苦 好痛苦 知足 你的生活 你本來可以過得很好 但是 人家說 窮風流 便惡快活 窮的人 你要他風流 行 很容易 現在你看看多少家庭慘案 拿綜援 拿什麼 屠色的新聞都得不得了 餓快活都可以 都可以 但是窮風流 餓快活得來 他對這一生人 那個窮 那個餓 有一種知足的話 你說會不會比較少有 就是說我都算是好的 我不敢奢求 比較少有 反而反過來 越有錢的人 他會怎樣 越希望做生意更大 拿更多的錢 是不是 所以很奇怪 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 你沒有那時候 因為他自己本身就覺得自己有這個能力 知足不容易做得到 有個婆婆 唉 跟一個好朋友 很激氣的 真的激死我 有些這樣的媳婦 那個朋友說 唉 你媳婦又有什麼 唉 我也不知道兒子為什麼這麼喜歡他 你知不知道他 在家裡 又不做事 又不煮飯 又不臭仔 就是什麼都不做的 這個都不要緊 我最眼火爆的就是 他餐餐吃飯 都要我兒子捧起來給他 唉呀 我兒子對我都沒有這樣 你說我激不激氣 那朋友說 那也難怪你的 唉 不要激氣了 你只有幾個兒子 他是一個 那女兒呢 都是一個 那你女兒怎樣 啊 講開我女兒又真是好命 他嫁得不知幾好 你知不知道 我女婿 多疼她 她在家裡 什麼都不用做的 不用買菜 不用煮飯 不用臭小孩 還有一件好 我女婿 餐餐 拔了飯 拿了菜 遞在她面前給她吃 你就想 人生有沒有這麼如意 你自己說 有沒有這麼如意 你要知足才行 如果你不知足的話 天下間給多好的東西 你都是怎樣 只有怨子 是不是 你留意一下 你每日生活 唉 真是不值 唉 如果敢敢敢 唉 為什麼敢敢敢 你是不是口頭禪 每日必講的 是不是 金句來的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發覺 你以為 很多事情應該是這樣的 為什麼又這樣呢 如果我敢敢敢 現在就是這樣 這個世界最難買的是什麼 如果 是不是 你一知足的話 所以 中國人說 知足者 行易樂 是不是 不足者 負易 所以我經常都說 香港的有志人家 其實很辛苦 那個走勢 刺激實在太大了 是不是 金融走勢 財經走勢 各樣都刺激太大 引誘又太大 你有錢而安於你的現狀 珍惜你所擁有的 你沒有錢 而你能夠放下你沒有的 你正在病的 你能夠擔起 你眼前的 如果你每一個人都能夠這樣的話 什麼時候死 怎樣死 死不死 你不會在意 因為怎樣 有錢的人 你會覺得 我很知足 我這一生人 名華富貴 曾經享受過 是不是 你便會很知足 好了 窮的人 你會很放得下 我反正都是沒有的 是不是 反正熬得這麼多 不要緊 如果你病的 你會發覺 你會覺得 我現在病 我不用那麼辛苦 以後不用那麼辛苦 我另一個生命 我會再重新開始 反正這一生人 我都曾經經經歷了 甜酸苦辣 悲歡離合 如果每一個人都能夠這樣的話 你說 你是不是不會怕死 問題就是 我們不是那麼容易 放得下自己這個知足 感恩 感恩 很難 很難 人最難發 其中一件就是感恩 人家怎麼幫你 怎麼幫你 你會不會在任何情況之下 都多謝人 這次拿門票 就發生了事情 有一位義工在電話裡 被人罵了三幾四個字 十幾二十分鐘 蛤? 這麼快就派了門票 去? 找笨啊? 蛤? 你們可以這樣這樣這樣 可以這樣這樣這樣 可以這樣這樣這樣 罵了 他拿著 不敢收線啊 他怕收線 人家說 為何大國方行中心的人 這麼沒禮貌啊 蓋我的電話 蛤? 他說 師父我應該怎麼做 我說 你也應該跟他說 還有很多人在等著 他說 對呀 真的有很多人 不會感恩的 不會知足的 你們知不知道 你們知不知道 包括我們自己 其實都是一樣 有三個老人家 年紀很大 有一個就說 哎呀 我發覺我真是老 現在真是沒用 我走著走著樓梯 突然間忘了自己 哎呀 我要上還是下呢 哎呀 真的沒用 另一個就說 哎呀 我也是一樣 你知不知道 我經常打開雪櫃門 我要拿什麼 又不記得 關上它 等一會再開過 再來過 其實不用老人家 超過五十歲的 也有這麼的經歷 好了 第三個老人家 聽到呢 哈哈哈哈 哎呀 我真是托賴 你們兩個出現的情況 我都未出現 我還很好 好了 電話響 他啟動的聲音 走去開門 找誰啊 其實這個更糟 他很知足 很樂意面對自己 身體狀況 因為為什麼 你年紀老了 始終會退化 我師父教得我們很好 身體這麼多個機能 沒有一樣 你都要感恩另一樣 是不是 你的腳不能走 一定腳痛 你要感恩你的手 還可以給你拿筷子碗 你的耳朵聽不到 他說你要更感恩 你還可以說到 你的眼睛 他說你要更感恩 你的鼻子還能聞到 你還能吃到 感恩的人生 令我們解決很多苦路 可以放下很多煩惱 很多痛苦 看我們發不發到這個心 適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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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是否適福的人 你們身邊得到的 你有沒有覺得 我這一生人 真是福福何求 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有啊 用掌聲回答我 你真是福警戒 我剛剛打算說 你們覺得有就舉手了 好 有個女人 在丈夫 過世之後 就跟朋友說 唉 我丈夫留下了三千萬給我 那個朋友就說 他雖然很年輕就走了 但是 有三千萬 你都可以養大幾個小孩 他說 蛤 你以為他留什麼三千萬給我 他說 他留什麼三千萬給你 他說 他叫我 千萬不可以改嫁 千萬要孝順他父母 千萬要養大幾個子女 哎呀 這樣三千萬啊 哎呀 好啊 如果我們身邊的人 臨離開我們的時候 將我這麼重的責任 這麼大的期望給我們 我們 我們是不是都應該 好好地 珍惜這一份恩怨 珍惜這一份大家結的福報啊 啊 講到死了 講到死了 很多忌諱 啊 一個人要面對死亡的時候 以為 好像以前拍 粵語長片那樣 我以為真的啊 啊 啊 張活柔好 白宴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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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死了之後 你們要好好地 聽爸爸媽媽的話 諸如此類的 然後就走了 我以為人死了都是這樣的 原來不是的 有天災 有人和 有意外 有兇殺 是不是 什麼都有 好了 我們不要理 不要理是什麼 什麼狀況之下 要死了 要死就死了 正常 正常 老好 病好之下 我講 原來一個人死的時候 是有一個過程 有過程的 你有沒有聽過四大街空沒有 聽過沒有 佛教的四大街空 聽過沒有 我以前未信佛的時候 就以為四大街空當然是說 酒色財氣 是不是 錯了 鴨頭那些 不是 原來四大 四大是指地水火風 地水火風 佛教看看 我們一個身體 是由地水火風 組成的 地是什麼 硬的東西 骨頭 水是什麼 流出的東西 眼淚口水鼻涕血液大小便 火是什麼 有暖溫度的呼吸 體溫 體溫 風是什麼 流動性的 呼吸 是由這幾樣東西組成的 當一個人死了 你的肉體 步向死亡了 這四大人就會怎樣 分散 其實 四大之餘 是再加一種五大 神色 也有些人說 空 四大街空 這個空 首先 我們老了 或者病了 有沒有覺得 現在開始 50歲之後 一定有的 骨頭開始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痛 是不是 原來死的時候 臨終的病人 或者臨終的老人 或者臨終的人 他首先就出現骨頭有事 骨頭什麼事 不動得 是不是 開始不動得 走不了 坐不了 然後連睡都不行 敢睡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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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他的地大開始分散的時候 我們看他 睡在床 以普通正常情況下 睡在床 不再動得了 然後他慢慢 你留意一下 臉盒 凹下去 臉開始凹了 臉色開始轉白了 然後 他的氣息開始弱了 慢慢 四大一分散的人 馬上陷入昏迷了 地大一分散完之後 你不動得之後 這個過程很快的 很可能 你的人會見到他的很明顯 但是因為現在醫學 實在太昌明了 用不同的藥 譬如打了媽啡 是不是 他長時間都是在 昏迷的狀態 你不知道 我是指正常的 正常之下 地大一分散完 水 再分散了 那個病人 很可能你會發現 他突然之間 口水 鼻涕 眼淚 不自然地流下來了 他雖然昏迷了 有出了 然後大小便 怎樣 失禁了 是不是 然後他的膚色 口唇的膚色 開始變白了 然後 水大一分散 鼻涕 鼻涕下去了 所以那些人說 死有死傷 鼻涕 臉下 一收緊 差不多了 水大圓一分散 火大了 體溫 開始下降 一路冷 是不是 手才冷 手腳 一路冷 但有些 它會 冷下又熱下 熱下又冷下 但到最後那分鐘 一路冷 手腳開始冷 它冷的時候 口 口和鼻 是乾得非常緊要的 而口 好像有塊東西 塞在那裡 塞住的 吸住的 慢慢慢慢 它呼吸出來 呼吸出來 呼吸出來 那個氣息 都是冷的 火大分解完了 風了 呼吸了 它起初的時候的呼吸 慢慢慢慢急速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臨走的人 一定是氣喘的 它喘還有一個規律 普天下的人都是一樣 一定是怎樣的 吸的氣是短的 呼吸出來的一場 一場 看到嗎 一定是這樣的 好 當它不停地扯 不停地扯 不停地扯 不停地扯的時候 到一隻眼了 眼它會反眼了 會反眼 反反眼之後 它會怎樣呢 這個時候 它會看到很多東西 我們不知道的 它一反眼 如果你有留意 你曾經往生的親人 或者朋友 在這個時候 有些人 會亂動 沒有意識的 或者那隻眼珠 不停地扯 轉 它又是沒有意識的 或者它再早期 未四大分散之前 它亂說話 說前面有什麼 前面有什麼 但一到這個時候 沒有意識了 眼反了之後 有時候會看到它的眼珠 在動一下動一下 動什麼呢 全世界公認了 那個人的一生 就好像一套 快速的電影那樣 就在這個時候 反眼這個時候 現出來了 如果他一生 作惡多端 或者做很多 不好的事的時候 他的心會怕 這個人會怕 恐懼 恐懼 所以令到他走的時候 不得安場 但是他一生人 如果是很平和的話 很平和的話 他會怎樣 很安場 在這個時候 硬見自己一生人 再一次 驗回他所做的好事 就是在這個時候 他會覺得自己 問心無愧 很自在 很安樂 就是在這個時候 同樣在他呼吸 很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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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速很速的時候 另一個醫學上的狀態會出現 他喘到不得了的時候 我們以為他很辛苦 是不是 原來不是 很令我們安慰 辛苦在之前 在這個時候 如果臨終者 喘得很急的時候 就等於一個運動員 跑跑跑跑跑 跑了很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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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間 我們應該試過的 不夠氣又要跑一跑 是不是氣喘了 就是那一分鐘 無法呼吸 無法呼吸 這個時候 在臨終者的腦裏 原來是會分別一種很特別的元素 叫做內元素媽啡 這種媽啡 令到他所有痛的感覺都沒有了 其實他那時候很平和 所以為什麼 內元素媽啡有麻醉作用 而我們每一個人說他走得好 一定說他像什麼 睡了覺 是不是 就是在那時候 令到他很心平氣和 很自然地離開 而到他最後喘喘喘喘喘喘 喘到最後了 全身的血 全身的血 只剩下三滴 而那三滴血 一滴接一滴接一滴 在那時候 一滴通過心脈 一滴的時候 令到他最後一個 很長的呼吸 第二個 第三個 三滴血 三滴最後的呼吸 熟一聲 這樣就止了 所以你們有沒有見過 應該有人見過 他搓了幾下 這樣就走了 不過你沒有留心 數是一二三 你以後你試試 那又說真的 如果你真的試 真的三滴 你再去過 高境界 如果不是的 你就做給你身邊的人看 師傅說三滴 原來是有根據 三滴氣 真的有根據 這樣就走了 在三滴血 三滴氣 完了 神色 神色 開始分散了 開始分散 進入完全死亡階段了 老死也好 神經死也好 心死也好 那個人走了 我們對著屍 哭也好 哭也好 原來他還未完 他還有下文 所以我們佛教說 最好在這個時候 不要動他 不要動他 為什麼 他還有事情要繼續 繼續 什麼 他的神色 什麼都看不到 他看到隧道 前面有光 人人都見過 你以後試試 見到回來告訴我 有條光 有隧道的 他見到光 如果你能夠 向光那個位置去 光明了 好了 但是原來 不是人人都可以 向光那裏去 佛教徒經常都說 依經直說 晚上就說 你們向光那邊走 向光那邊走 沒有幾多人能走 你們信不信 信啊 知不知為什麼走不了 罵你爸爸 罵你媽媽 罵你祖先 是真的有原因的 原來我們祖先作怪 什麼原因令到這樣呢 祖先要負責 大部分責任 我們的祖先是習慣 住在山洞的 黑媽媽 不慣光 第二 第二 我們在媽媽的肚裏面 又是習慣黑媽媽 不慣光 第三 要我們負責任 我們通常 多有正義感 多光明正大 多好的人都好 總是有些陰陰濕濕的東西 你自己說是不是 是的 總有的 每個人都有的 哪個都有的 我們陰濕慣 在那個時候 那個力大 不是 我們看到光 反而會有什麼 害怕 所以有段時候 我們會在那裡流離浪蕩 所以如果 你知道了 原來那三件事作怪 你以後要增強你這種 這種心的能力 步向死亡的時候 你知道光的時候 你要加強能力 我一定要向前走 如果你是有做過功課 你習慣了去教堂 你聽的東西是善是好 你習慣了去寺院 你接觸的東西是善是好 或者你有修行 你在家裡誦經 拜佛打坐 你不要日有祈禱 等等 這個人 他的肛 持續的時間 久很多 否則的話 很短時間 他就走了 所以我們日常生活 日常積的來 你不要以為那個人 意外死 或者癌症死 很慘 那個時候未算 蓋官定論 定論的時候蓋這個官 是不是起碼死了 超過24小時 才可以蓋官 是不是 蓋官前 你還未可以評價 他死得怎樣 如果在那個時候 他真真正正 向光明走的話 天堂靜土 他全部可以去到 就是決定在這裏 是不是忠音心 也是決定在這裏 所以如果我們知道 知道我們死亡在那分鐘 這麼重要的話 師父 我知道了 我這個星期開始去拜佛 去誦經 去教堂 應該 加強下 加強下我們本身的力 佛陀 他本身就是佛陀 菩薩 他本身就是菩薩 聖母 他本身就是聖母 上帝 他不用我們拜 不用我們求 不用我們信的 為什麼我們要拜 要求 要信 為什麼 是要增強我們的真心 是為了我們 是為了我們 你們明不明白 是為我們自己著想 所以 我當好一個 只有一個好的教育 教育 意義 好的課程 等一下完了 我知道有人會獻花給我 我不是需要那束花 但是我知道他們要獻花給我 我沒有反對 就是默認 是不是 師傅 為什麼你要要人獻花 出街人不是四大街空的嗎 我要 我很樂意接受 為什麼 我自己覺得 成就一個地方 大家出來發心為其他人 是不是 為什麼 我要多謝他們去成就的時候 他們是不是也要多謝我 對不對 如果你只是 你只是自己會奉獻 你不肯接受別人的奉獻 的話 不可以圓滿 你就圓滿了 你就圓滿了 那別人呢 是不是 所以一個好的教育議員 我說 麻煩簡直是漂亮一點的 我們一生人 一生人 不要 不要祈求 死了之後才去一個好的世界 你知不知 你們現在已經是極樂世界 現在已經是天堂 外面環境多差 是不是 多差 你們現在是不是叫做有瓦遮頭 有口好吃 起碼回到家 都有個人給你看 給你罵一下 給你黑臉一下 或者你母親人在身邊 你都有朋友 是不是 你知道多少人 連這樣最起碼的都沒有 最必須的都沒有 我們要不要感恩 要不要滿足 所以 你要尋找一個 你要過一個好的生活 不要想著 這個世界太多了 我以後去極樂世界 親近諸上善人 那個時候才是好的 錯 你家裏就是極限土 你家裏就是天堂 有個人 生活環境很差 生意又失敗 欠人周身債 太太又走了 等等等等 這兩樣東西不好 生無可戀 走上高樓大廈 要跳樓 被人發現報了警 下面警察 張開救生網 找人上去跟他說 一上去 先生 你不用勸我 我決定死了 他說 不是 我不是勸你 就是這樣 那些醫生就叫我上去跟你說一聲 你反正 你反正 你知道我說什麼嗎 他說 你反正 都是跳下來死的 想你的東西不要浪費 很多人等器官 你可不可以 將你身後的器官捐出來給他們呢 他想一下 我都這麼悲 這麼苦 反正我都沒有用 他說 好啊好啊 最後那分鐘 都能幫到人 他說 我願意 那你可以跳 那我可以跳 那你跳 等等 先生還有一件事 你既然是決定了 將你的器官捐出來的話 你趕緊跳下去的時候 你保護著你的頭 保護著你的內臟 不要傷 他說 你瘋了嗎 我現在在三十幾樓跳下去 你叫我的頭 和我的內臟不傷 他說 你才瘋了 如果在眼前的三十幾樓跳下去 你都不能夠保證你自己的話 你怎麼可以保證你死後 可以得到快樂 扭到他對不對 我們要不要用這樣的態度 去解決我們一生 噢 那人都聽到 是呀 立刻怎樣 下回來了 對不對 好了 我又當你決定死了 我又當你知道你自己死了 你會怎樣處理你自己呢 其實我和大家說 可以知道怎樣死的作用 的主題 我不是想你知道你要怎樣死 你會怎樣死 我是想你們知道 你們應該怎樣生 你們會怎樣生存 這個才是我想說的 但是如果我說可以知道怎樣生 你以為我是父科的 我唯有是一個人生的大事 所以要處理你自己 其實不是在你死亡之後 在你什麼時候 在生之前 你現在就可以處理你的死亡 你現在就可以處理你的生命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怕死的話 聽不懂 是呀 我真的要化 你日子好的又要化 日子不好的又要化 你有病的又要看得化 你沒有病的又要看得化 你現在病的 你更加要知道 沒有問題 什麼沒有問題 這個生命 我可以隨時放得下 我們要為我們自己 找藉口 為我們自己 找藉口去愛惜這個生命 這個男生是厲害的 他很想認識那個女朋友 很想認識那個女朋友 於是想想 怎樣呢 走過去跟他說 小姐 請問你現在幾點 他就說 兩點半 兩點半 你這個表有兩點半 我也是兩點半 我們這麼有緣分的 這樣就認識了 他要這樣找藉口 去為自己製造機緣 好了 如果你現在 你心裏面很多苦 很多傑 你試一下 你試一下 你還可以為你自己作主 將他怎樣 轉一轉 你一下子扔不到 不要緊 沒有人叫你扔得低 你告訴我 師父 我聽完你的講話之後 甚麼都放得低了 你以為我信不信你 當然不信 我信你的話 我們個個都不用看光頭了 是不是 這麼容易的話 當然不能放得低 但你說 師父 聽完你的講話之後 我看得通了一些 我開心了一些 我明白了一些 我信不信 我信不信 一定信 而這個 是我們希望收到的結果 你還可以處理你自己 你還有把握 不要被身邊的人影響 如果你家裡有人 那些人呢 整天在這裏 嘻嘻嘻嘻嘻 你要想想辦法 疏遠一下他才行 那些人不會影響我們的 趁我們自己還可以為自己作主 一定要為自己作主 一個人為自己作主 知道自己快要走了 就跟我太太說 哎 我都要立定為足了 她說 是啊 我又打算這樣 大仔呢 他又不懂得做生意的 我又想把那些家產呢 留給他 給他多些錢 那他就 太太就說 嘿 大仔的老婆 不是這麼聰明啊 你不要給他這麼多錢 不是 會留給他外家 那 那老二呢 我又覺得他幾精靈的 我又打算呢 將公司呢 那一盆生意交給他 當然不要啦 他精靈靈的 待會兒 他說 阿三仔呢 我就覺得 阿老三呢 穩穩陣陣 我又想著把房地產呢 給他就算了 他說 不要 當然不要啦 房地產給我的 喂 現在你死還是我死呀 身邊會有人 會影響到我們 很可能是很愛你的人 很可能是很恨你的人 很可能是很恨你的人 會影響到我們 但是我們要怎樣 能夠在一個 模糊不清 或者對我們 打擾好心的環境之下 我們都能夠處去自己 特別是我們自己身後 喏 在 1905年4月 大科學家 愛因斯坦 他公佈了兩條定律 轟動歷史 轟動世界 一條是 物質和能量互換定律 一條是 物質得滅定律 他研究了出來 物質乘以剛速的平方 就等於能量 他説原來能量 物質 在某一個情況之下 會變成能量 能量燃之下 在某一種情況之下 它會變回成物質 水 在受熱之下 會變成水蒸氣 水蒸氣受熱之下 升上天 會變成雲 雲受熱之下 變成雨 雨受熱之下 落回來 明白嗎 循環法 一個大循環 這個定律 一出佛教的心經 那些人就真真正正明是解釋什麼 他說物質等於能量 能量等於物質 於是有人就說 識不移空 空不移識 生不移死 死不移生 生即是死 死即是生 原來我們每個人 以為那個生命到終結了 沒有了 沒有了 人死如燈滅 是啊 對了 但是剛剛一半而已 人死如燈滅 那個燈關了 它是不是還有一點點能量 一點點熱量 一點點煙 一點點煙 可以在空氣裏面 凝聚 升上天空 天空之下 慢慢凝聚 變成另一種物質 植物是這樣 動物是這樣 人都是一樣 生命的原來生生不息 在這個世界上 是這樣不斷流轉 不斷循環 所以如果你說 人死如燈滅 對一半 你要加上下一句 認識了之後 可以再點過 那我們對我們的人生 就會怎樣 多一些希望 其實你說一生你要多長 說真的 有些95歲 96歲 100歲 都還想多幾年 是不是 好了 你看看 松樹 柏樹 烏龜 它不需要修行 隨便有幾百年命 一千年命 有一種動物 叫做浮游 一天命而已 早生冒死就是它 早上是出生的 夜晚是死的 只有一天的生命 在松樹柏樹烏龜 一千年是它一生 在浮游裏面 一天是它一生 是不是 是不是只是相對 哪一個生命是最有價值 你在那個長度裏面 你只是能夠盡心盡力 生存下去 這個就是最好的生命 但是偏偏 我們不知道生命是一個循環 不知道生命是一個循環 這個環帶出了宇宙真理 帶出人一生 你有沒有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 嬰兒子出生 要看撩片 阿伯阿公老了之後 要看什麼 撩片 嬰兒子出生 咿咿咿咿 它說的話 我們不知道 到老了那個時候 老公公老伯伯 老婆婆她說的咿咿咿咿咿 他們一樣是什麼 不知道 原來生命就是這個循環 一個大循環 這個圓圈 於是你看看樹 有連輪 是不是旋轉 還有背殼 有裸紋 也是旋轉的 最奧妙的 你有沒有發現 在我們一生人 我們每一個人的軀體上面 最頂那幾尖 頭頂 你是不是有個旋紋 又是旋轉 我們十隻手指 是不是有紋 都是旋轉 回去摸摸物體 看看你的腳 十隻腳趾 都是旋轉紋 整個人生告訴我們 是一個循環 你死了 就是表示你什麼 旺生 佛教這個詞用得非常好 不是死 是旺另一個生命 好了 反過來 你的人出生 其實就是什麼 等死 明白嗎 這一個過程 我們如果知道了之後 哦 原來世間的萬事萬物 都是在這個圈圈上 轉的 但是這個圈圈轉得 我們就頭暈眼花了 一個死字 生老病死 在去年 我要在美國加拿大 舉辦一連串的生死講座的時候 竟然讓我發現 香港有一本書 出得非常之好 由聖雅各福勤會出的 祝福啊 我一看到裡面 哇 開心得不得了 那裡面很多圖片 我很想拿來用 那你也知道 我告訴別人 我不是信佛的 你也不信 聖雅各福勤會 我知道他不是信佛的 那怎麼辦呢 我大膽 跟著的email 寫個email給他 告訴他 我要這樣這樣這樣 不知道 我可不可以 借用你的圖片呢 我打了書 當日我馬上接到email 一位先生 非常之客氣 福我 很歡迎我們用 很高興我們在這麼遠方 做同一件事 還告訴我 你如果再要我們這些 什麼什麼圖片 你上這個網 在那裡再找到很多 在這裡 我要鄭重多謝 聖雅各福群會 這個是愛心來的 這個是沒有界限的真愛 如果不是一定做不到 好了 我們看看 香港這幫老人家 他們開創了 現代社會 新的一頁 他們不是去看示範單位 你離院看清楚一點 看山地 看棺材山地 離院那些景是山墳 下一個 不是大廳 是禮堂 看不看到 你看伯伯幾神器 在這裡看 他們可以選什麼什麼 宗教 任你選 你看看他摸這個 大哥不是在看家師 在看棺材 你看伯伯 多珍而眾之這一副 是我的就好 可能會說 你說 這幫老人家 是不是很值得我們為他們喝彩 勇敢面對我們的生死 勇敢面對我們的生死 那些笑容 比你們多 比你們 比你們 還開心 還有他們分 在其他機構 我見他們的報紙 分了棺材 去試驗 分棺材的經驗 我們當我們 斷了氣了 走了 我們還有很多選擇 去選擇我們怎樣做的 你看看 什麼狀都有 什麼形式都有 真的 封劍尤人 以前就有 坐飛機去殺在天空 坐船出海去殺在海 有些上山 把骨灰灑在山 發古山 台灣的發古山 聖嚴法師提倡 植葬 植物的葬 在每棵樹 或者一個地方 種滿樹的地方 有一個區域 走出來 每個人的骨灰 就倒在那裡 讓樹木 吸收他們的肥田料 現在我們看那些 他們就是 將自己個人的骨灰 放在地上 以後就在附近種植 逐棵計 這個 在外國 外國現在慢慢流行 香港應該沒有了 珊瑚壯 珊瑚壯 這些又是 聖亞國福群會 我在那裡拿的資料 珊瑚壯 將骨灰 運營一些特別的泥 你看看放在那裡 我們看看 放了它下海 放了它下海 等它怎樣 長出很漂亮的珊瑚 多漂亮啊 如果喜歡海那些 人生 很無奈 無奈在什麼 無論你選擇什麼 做 人生最後一件事 都是要別人為我們做 是不是很無奈 但是你又要很慶幸 幸好還有人跟你撿手 你可以這樣看 我們要很自在看我們的生死 現在世界變了 世界變了 世界變得很慘 以前就說 地球暖化 所以 世界不好 現在的科學家說 不只是暖化 是地球遲變 原來地球 繞著太陽 轉一個圈 需要一年 太陽繞著銀河系 中心轉一年 聽清楚我講的時間 是要二億六千年 而且它繞著這銀河系 交接新的旋轉週期 和舊的旋轉週期 剛剛交界 第一 第二就是地球 太陽系和銀河系 剛剛成一條直線 它成這條直線要25700年 剛剛2012年 紅度正 所以我們有沒有留意 這個世界近這幾年 是不是很慘 整個地球的外殼 是有一個叫做磁力圈圍著的 在去年美國太空總署已經公佈了 這個磁力圈穿個洞 已經大過地球總面積四倍了 所以磁力受到干擾減弱 磁力分配不平均 磁力分配得不平均 於是有些地方出現地震 出現火山爆發出現海嘯 又因為磁力不穩定 令到癌石地下癌 裡面的流動變了不正常 所有在地球上的任何一個地鐵波的氣溫出現大的變化 冷的地方變得更冷 熱的地方變得更熱 再跟著下來 當它的磁力 大家轉到 剛剛相反的時候 反常地 以前熱的地方變冷 冷的地方變熱 好了 整個世界變了 就是因為這樣變成有瘟疫 瘟疫 先有牛的瘟疫 跟著沙士 再跟著豬瘤感 雞瘤感 科學家預測 下一個是什麼 老鼠 你看他們準不準 天空出現不停的災難 動物世界也是受到衝擊 在這幾年 未來的時候 甚至是已經發生的 海洋生物 海豚也好 蟹魚也好 其他魚也好 會突然之間出現集體死亡 硬啊 燕子啊 這些貴候的鳥 全部都盪失了牢 不知道去哪裡 在天空亂飛 因為磁場亂了 青蛙和蜜蜂 在全世界大量消失 最重要的影響 人最重要的就是 全世界的人 所有人 都是煩躁不安 哎呀 師傅這句對聽 難怪我經常這麼猛 有原因的 是真的 你們不覺得心情很煩躁 是不是 有原因 不定 這個影響啊 甚至 直到 有人類歷史以來 最和平的佛教地方 斯里蘭卡 尼泊爾 泰國 緬甸 西藏 都出現暴力的分子 你想想想 好了 我們在這個世界 怎麼可以得到自在 怎麼可以得到安樂 死不死 你說死不死 剛剛被我們遇上 不用死 要怎樣 要團結 為何 大國科行中心的口號是 真愛無界限 我們要打破這個界限 地球圈 磁力圈 就是因為它穿了 就是因為它穿了 打破了 它才有這樣的力 壞的力 一樣造成傷害 於是我們要好的力 趕快要怎樣 建立起來 打破我們自己 人和人之間 宗教和宗教之間的隔膜 我們才可以 挽救人心 你不要想著 佛教這麼少人信 不用理他們 如果你是有遠見的宗教家 你一定要看到 順亡就會怎樣 此寒 整個世界當一浪一來的時候 不到你說 不到你說 這個是我的 我們不會的 這個是你們的 你們才會的 沒有這回事 是不是 一浪蓋過來 一砰一聲 一地下一裂 誰要跌下去 就跌下去 在這個時候 全世界的人 每一個國家的人 每一個社會的人 每一個家庭的人 只要團結 你才可以過到關 所以我這麼強調 一定由家庭開始 你要將你的家裡搞好 家裡要有愛心 才可以過到難關 你家裡過到難關 有愛心了 再擴散到一個中心 這次大國科能中心很開心 有幾個家庭 全家人一齊來的 所以我們成立這個中心 就是希望要怎樣 要怎樣 大家要怎樣 衝破 你說有沒有困難 你說難不難 你自己說難不難 我告訴你很難 很難 人又老錢又沒有 我說我們 要做一件事 你說要做社會的事 很難 我跟他們說不怕 我有信心 師父你朋友 什麼有信心的 很簡單的 今天我就出賣我自己 我真的出賣我自己 為什麼 我什麼都沒有 只剩下嘴 那就說 是不是 你們相信我 你就聽 你再信你就回去改 你就去做 還有 說真的 我們什麼都做不到 我也不要人家 貿貿然支持我們 你一定要知道 我們在做什麼 所以我說 我什麼都沒有 我只剩下 我以前曾經說過 演講的作品 這次我就錄了兩張 做了兩張DVD 在溫哥華講的 我在這麼多餅裡面 不斷耳架叫出來 今天就有朋友說 師父 我昨天請完 我今天回去聽 他這樣 加上一個字 五碼的你知道是什麼 他說正 我要用我們實際的力 不用求人 你要幫 你覺得我們做的 是對的 你自己拿出愛心 我們那些義工 又是什麼都沒有 我說 不要貪勵 10萬萬人拿錢 他在想 那我本應 本應 摺些毛巾 拿去老人院 師父 我們不如 拿去演講那裡賣 哇 這條毛巾賣不賣到的 他說 很愛心的 嘗一下 於是我就拿著他 喂 如果我拿來賣 你們賣不賣的 他們說 好多東西買 我們什麼都沒有 如果你是支持我們的話 你知道怎麼做 在後面 那些人不賣 還有啊 還有啊 這次講座 發生了很多風波 我痛改前飛 什麼痛改前飛 以後講座要收門票 為什麼呢 你先聽我說 聽我說得對 先 不收門票 我不知道幾多人來 我本應這次是租大牆的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沒有錢 租一晚要幾萬元 我哪裡拿幾萬元 我算了 這裡便宜 最便宜是這裡的 我就來這裡 不用錢 我不知道你幾多人來 派多幾多張票 我不敢有把握 好了 給了你們 有些人不來 沒有拿回來 有些人拿了票 說不夠要再加 給不給呢 給完這個 那個不公道 那個沒有 好了 有些說我已經這麼早來了 又是沒有 嘩這兩個星期 搞到大國 頭都大了 我說不行 如果你們覺得 我說的話 對你們有幫助 我是不是都有多少價值 那你說我沒有可能 我沒有可能 然後我低聲喊氣 跟那些人說 我們中心需要支持 麻煩你發心 我不做 你覺得我做得好的 你們自己來 你拿多少不關我的事 我從來沒有過過 但是是不是起碼 長租 今天八千元 連立即開支 一萬元 你們搞定它 下一次人 我幾樓都收錢了 你們有得益 第一 你們不用欠別人的 對不對 不用欠別人的 第二 你有能力 為自己應得的 給你自己應得的那份 第三 如果 我真的收多了一個幾毫的話 我可以再拿來幫其他人 你說是不是三大好處啊 第四 我們不用做那麼多事啊 你知不知道那些義工 真是 我經常跟他們說 我真是難為你們 你們在這做事 比上班更慘了 是呀師父 由朝到晚 義工不夠人 如果哪位想當義工 表格在後面 你發一個愛心 你發一個幫人之心 你們知不知道 最終是成就你們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我一直都不明白 為什麼這麼多人要做好事 原來是跟我們的DNA有關 跟我們的DNA有關 我們的DNA會留給我們的下一代 所有東西是我們習慣形成的 如果你能夠在習慣裏面 在生活裏面 改好你的習慣 你慢慢就會 你慢慢慢慢就會發覺 原來這些東西 你好像很難 但是如果你要改 很容易的 這裡在場就有起碼兩位義工 當時我勸他 你以為你這麼煩惱的 你進來做義工 師父我什麼都不懂 我又不喜歡跟人打交道的 我說 那你有空上來坐下 坐一下 坐一下 那些人上來 麻煩你可不可以幫忙 摺一下那樣 整一下那樣 整一下整一下 感恩到不得了 就是這樣走出第一步了 就改了他的生活習慣了 有時間他可以上中心幫忙了 是這樣來的 習慣了 我們經常死心著那個習慣 影響得我們很重要 有個的士司機 他有一天坐著乘客 乘客走在前面 突然就告訴他 司機前面有樂 他聽不到 拍一拍他的肩膀 司機前面有樂 他一拍他之後 當場整個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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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嚇死我 你嚇死我 他說 喂 我在後面拍一拍你 你不用怕成這樣 他說 不怕有鬼 我剛剛轉為的士司機 沒多久 那你以前做甚麼 開車 你也是做司機 你不用怕成這樣 我以前是開棺材車的 從來沒有被人在後面拍過 這些掌聲 真的 你沒有被人拍過也好 你沒有被人拉過也好 沒有被人逮捕過也好 你走出你第一步 你走出你第一步 改過你自己第一步 你改變你的生活 你整天顧著 逛街看你喝茶吃飯 改一下少少 去聽一下經 去拜佛 去教堂 去老人院 去孤兒院 去兒童癌病癥中心 要是一個星期找一天 不太多 你試一下 將你的愛心 將你的金錢 不要只放在自己那裏 吃了多一會又說要開了 再多一會又說要換個化妝品 老虎離身 很多人真的很苦 真的很需要我們幫人 你試一下 生命很寶貴 我們經常以為 我們自己是最慘最慘的那個 其實不是的 你知不知 其實不是的 不過很多時候 當我們發現 已經太遲了 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 朱德榮先生 曾經畫過一個非常好的漫畫 我們欣賞一下 我從十一樓跳下去 我看到十樓 恩愛的夫婦正在互偶 大家又打架 我看到九樓 堅強的Peter 正在偷偷在這裏哭 八樓的阿妹 發現未婚夫和好朋友上床 七樓的丹丹 在這吃抗疫骨藥丸 六樓失業的阿信 每天還看七份報紙在這裏找工 五樓受人敬重的黃老師 正在偷穿老婆的內衣 四樓的Rose 又和男朋友叫分手了 三樓的阿伯 每天都盼望有人來探她 二樓的Lily 還在看她 在結婚半年就失蹤的老公上片 在我跳下來之前 我以為我是世界上最倒楣的人 現在我才知道 每個人都有不為人知的困境 我看完他們之後 就深深地覺得 其實自己覺得 還不算太差 還不算太錯 所有剛才給我看到的人 現在都在看著我 我想他們看了我之後 都會覺得 其實自己覺得 都不差 都不錯 先知先覺 後知後覺 不知不覺 覺 這個覺字 只是要我們看到自己 愛護自己 珍惜自己 人生最大的目標 是善終 是死得好 你怎樣出生 你身不由己 但是怎樣死 我們可以用一生去好好把握 在台灣 有位12歲的小朋友 前幾年癌症 所有方法 沒有辦法醫 他畫畫得很漂亮 寫文章寫得很好 他有個願望 他希望身邊的人 這間醫院的病人 受自己感染 勇敢地生存下去 於是醫院在他住的那一層樓 為他辦了一個畫展 所有護士 醫生 那些工人 時時就推病人 來看小朋友的畫畫 看他的文章 直到他再支持不了 他告訴大家 他只有一個心願 他說我希望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你們用掌聲來送我 他問他們做不做得到 爸爸媽媽含著眼淚 回答他說做得到 所以在小朋友 臨終的日子 醫生 阿姨 護士 親戚 朋友 同學 逐個在他面前拍手掌 在他臨斷氣 那個時候 他整個病房 不是出現哭聲哭聲 是掌聲 一個十二歲的小朋友 就在掌聲裏面 離開這個世界 是不是很莊嚴 是不是很壯觀 是不是很值得我們學習 真人真事 你要做到 你要做到 到最後走 都是無憾的 你說難又得 華爾又得 看我們自己的 有個小學老師 上課的時候 問一些學生 老師今天要考慮你們 有哪一句成語 四個字 是表達我們很開心的心情 而裏面又要有一個數目字 四個字的成語 表達開心的心情 又要有一個數目字 於是一班朋友 小朋友在想想什麼字 終於有個舉手 老師 我知道 是什麼 一生無憾嗎 不是 他說 含笑九泉 我們每個人都要拜一個月 含笑九泉 祝大家健康快樂 很感謝掌聲這麼精彩的演繹 相信大家一定獲得良多 現在是學習時候 大家如果有問題的話 請將問題寫在問題寫 然後交給月送 謝謝 謝謝 法師 你好 請問一個獨居長者往生後 他生前所供養的佛菩薩像 可以怎樣安置 請法師開示 謝謝 送給人 還沒死之前送給人 如果再沒有人送的話 你看看 有些住院可以幫我們做這件事 但是未必全部的 所以 家裏不用供這麼多 我見人家一間屋 幾百呎地方 十幾二十尊佛 到處理的時候 也不好 再生的時候 也不顯得你很尊重 簡單些 如果親人 有患cancer 應怎面對 和用什麼心情面對 隨遇而安 還有一件事 你貪生怕死 必死 你死裡求生 必生 明白嗎 你越怕死 我大膽說 你死得越快 你挖開去 不要緊 我紛紛都是賺到的 你反而會怎樣 死得遲些 平常心 你當你自己沒有病 當你的親人沒有病 只不過你加倍關心他 給他多些愛心 這樣就是了 cancer 你不要被這個詞嚇到 癌是一個名詞 症是一個名詞 症是一個名詞 癌症加起來 都是一個名詞 就是這個名詞 這兩個字 嚇到你鼻孔都沒有用 其實癌病 它不是難醫的 你們知不知道 不是難醫的 醫學上證實 百分之三十癌症 是拿你命的 百分之七十是什麼 那又不是全部嚇死 有很多是你 亂用藥 令到其他器官功能 受傷害而死 害怕 也是一個原因 我先生在大陸有兒子 生了兒子 我不追究 及感恩他放過我 朋友說我傻 師傅你覺得我傻嗎 你非常之傻 沒有人有你那麼傻 但是告訴你 傻人有傻福 你對 對 但是你不要閉嘴說 你不要說 感恩他放過你 靈著臉你就在房裡 扔心口 那又不行 你真真正正 自自在在過你的生活 我相信你是佛教徒 你知道恩怨 到一個時候 不能再一起的時候 就要怎樣 放啊 好啊 如果你是這樣 你繼續傻下去 師傅支持你 我堂妹因癌症晚期 已經到嚴重危險 這個時期 我應向她說什麼 最慘是她媽媽 以85歲 說什麼 沒有人叫你講話 什麼都不用說 不用說任何事情 只是關心 知不知道 只是關心 關心就可以了 再講 沒有什麼悶不悶奇的 不要擔心 如果一個人要走的話 他都是要面對的 85歲 95歲都要面對 自己的子女走了 對不對 你不用擔心 如果她媽媽 這85歲的老人家 她是接受到的話 你告訴她 老人家你告訴她 她可能做什麼 還有份安慰 安慰什麼 以後我去了那裡 那個女兒可以照顧我 你試一下 有這樣的人 你試一下 告訴那個女兒 你答應你媽媽 你先去打點一切 買定屋 裝修好 裝修好 然後再接她去 去侍奉她 她會很安樂的 修行人 人生修行人生死是大 請問法師 如何處理臨終時 保持正念 心不顛倒 是靠自己本身功夫 還是靠善知識助念 或是隨業流轉 三樣都有 靠自己靠人家 看你的業力 沒有哪個人可以改變 你知不知道幾個修行人 到最後有人障礙 聽過沒有 幾不好 平日都不會去寺院的 突然之間她臨終 有師傅在她身邊出現 說兩句她又聽 什麼 什麼姻緣都會有 所以靠什麼 天地正氣 所有東西這個緣 隨緣 包括人 我 事 物 所以 為什麼 你說要保持正念 說真的 不是到臨終那時候才來保持正念 你平日 分分秒秒 保持正念 你就可以了 什麼叫正念 答不答到我 什麼叫正念 正確的觀念 是嗎 不要說這麼什麼 我看的正念就是 你每一分鐘 每一個時刻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這個就是正念 你不要說得很大 很大條道理 你現在知道你是不是在聽說 是不是 這個是不是正念 這個就是正念 我知道時間又快夠了 這個是不是正念 這個就是正念 你知道就行了 你就是知道你自己在那時候做什麼 你的心自然不會顛倒 不要想到它大一大 天花龍鳳 自己欺騙自己 沒有用的 人緣 善緣 要在平時結 自然在你走的時候 善的因緣 就自然在你身邊出現了 中國人很準 也是很毒的 我看你最後怎樣 是不是 死亡是否一定痛苦 是否一定苦痛 為什麼人會怕死 是怕痛苦 或怕消失生命 你們都答我了 死亡不一定苦痛 不一定 我自己叫做試過 真是不痛的 真是不痛的 有空跟你講講 為何不怕死 問問你自己 剛才有人說怕死的 你不要問我 我現在很怕死 因為我不想死 有責任 世界這麼不好了 全世界出家人 沒有多少個 我是不是要承擔責任 我怎麼可以死 我真是怕消失生命 你說得對的 師傅你好 你說人死時 不要碰他 和移動他 但如要捐器官 怎樣做才好 捐器官當然不一樣 捐器官當然要動 所以如果你要寫了一紙 臨終你要捐器官 你一定要很清楚 你一定要很清楚 你一定要知道自己 是不是真的願意寫出來 要不然 你所有要給別人 你夜晚一晚走過來 給我 我不敢說 因為我又不知道 那時候覺得你痛不痛 在那個時候 醫學上證實你已經死了 他確定你沒有知覺 他不會落麻肉 就這樣殺你 我不是嚇你 但如果你覺得 這樣到最後 神識已經是刪了 佛教講的沒有意識了 你信了 你安心去 這個時候當然可以動 因為為什麼 你的愛心 你的悲心已經大於一切 你已經去到一個好地方了 這個世界 沒有多少人可以 在臨終的時候 有這樣的勇氣 有這樣的愛心的 你衝破了一切 不用怕 如何可增強 如何可增強 死去親人 能走向光明隧道 如何可以得知死去親人 已成功走進光明隧道 你和我也不知道 你千萬不要去問他 你見不見到隧道 想不想我給你電筒 你不用問 你又不要動他 不要搞他 不要騷擾他 但一個人走得好不好 你說你知不知道 知道的 佛教講 有的 但我問醫生 醫生說 我們的責任明時 一斷定他 一斷定他 一斷定他死 就走了 所以我們沒有摸他 哪裏熱 哪裏暖 如果是走得好的地方 走完之後 頭頂還是暖 這個是去好的地方 你是不是想摸他的頭 不要騷擾他 是不是在隧道 如果他臨死的時候 很安場 很背 你就已經知道 他騷擾會很少 所以如果你是助念的話 你不要在身邊拿著 木魚 叮叮叮叮的 有高音又低音 六字 七字 咬餐蒙的 你安心 靜靜地 靜靜地 念佛就跟他念 如果他不是信佛的 信基督教的 是天主教的 在他的耳邊 安心 我身為外界 我曾經試過摸著病人的手 告訴他 你去天國 你去耶穌基督那裏 你親近主耶穌基督 不停地這樣說 送到他最後 你也做不到 在他耳邊 不停 讚嘆他 感恩他 這一生人 做了多少好的事 我們永遠掛念你 永遠懷念你 永遠愛你 我們永遠感恩你 讓他多些 原來我真的這麼好的 去吧 生命的長短 及製喻 是否人出生已決定 是否前世恩 今世過 今世恩 下世過 這問題簡單些好嗎 這裡是讀他三分一而已 為了下面 我下面怎麼不讀了 即公道些 是不是前世恩 今世過 不要管 我們不要想太前了 只是今天 你今天來得到這裏 是不是 你是不是做什麼 你才走到這裏 是不是結了個緣 中了個恩 以後收到什麼果 你以後得到什麼 各人 每個人看不同 是不是有恩有果 有沒有 有 一天的結果 你都知道 好像我 下午沒有吃東西 現在就肚子 是不是 那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肚子 那你如果吃得飽 現在就頂住 是不是 你昨天熬了的東西 今天再迫車來這裏 你現在就累了 這個就是結果 每一樣都有恩 不用說得好言好妙 這件事 處理那件事 遇到困難 處理那個困難 有福 搶了它 有難 承擔了它 這就是了 好不好 捐贈器官是否影響死亡過程 火葬喉殺骨灰 是否最好的方式 以我所知 捐器官是不會影響死亡過程的 因為醫生是一定會決定 你四大已經確定分散了 我用佛教的語言 四大分散了 他才 他才 給我們這個 開刀的 做他的事的 至於神釋 至於神釋 都是很短時間 當他移到你去手術室的時候 都差不多了 所以應該來說 不影響死亡過程 火葬殺骨灰 是否最好的方式 不一定 這個世界沒有最好 也沒有最不好 沒有好壞之分 只有你願不願意 適不適合 是嗎 對嗎 法師 人死後 把遺體 為何今天這麼多人捐贈器官 把遺體贈予醫學界作研究 對死者有害嗎 沒有害 求生靜島 是否還要八小時不渡 不一定八小時 法師你好 請問一個 我答完了 你說多好 你說多好 這些因緣巧合 是不是 我們一定要很珍惜 我們一定要很珍惜 你看看 我們每一個問題 我們每一個問題 都給我們很大的啟發 給我們很大的力量 緣分 緣分 很難結到的 請問現在 大家可不可以告訴我 幾點鐘 再說一次 9點半 你們的表是9點半 我的鐘也是9點半 我們這麼有緣分 多謝大家 謝謝師傅 這三個有幾個 這個年 真的 現在 有請大國蜂紅中心代表 Tina Lab 我們有一份 小小心意熟悉被師傅 有請Tina Lab 多謝法師 多謝法師 多謝 多謝 聽過法師 既輕鬆又精彩 今次演繹 很多人都忌諱的話題 相信大家都 放下了少許對死亡的憂慮 在離間10月10日 星期六下午2點至4點 顯陽法師會是將這個補國中學 主持一個有苦大家知 和顯陽法師聊天的聚會 通常人都說有苦自己知 但法師認為不用同委屈 相同的苦可以一起傾訴 大家一起解決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請先打電話給補國中學報名 熱在 謹代表大國蜂紅中心 感謝大家今天的來臨 想要等到 廣orial 就 мод離開 講足臺都作心利進行 要多謝 卓主持在街公共理會 提供禮堂 Bonjour 今天��在臺 true 劉中學的始焉 我們很希望這個緣份能夠延續下去 大國共和中心將會有更多活動需要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能夠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在接待處那裏有義工申請表價 有興趣成為我們一份子的朋友 可以填寫資料以後交給會場義工 大家是不是還有一些自由起進呢 會場裏面有些電賣攤位 大家可以購買一些紀念品 其中有兩隻DVD是收錄了檢人法師 在加拿大的兩場工作 法師說 學了大國共和中心的發展 他要出賣自己的活動 請大家多多支持 現在講座正式圓滿 感謝大家支持 祝大家深深自在 諸致圓滿 再見 如果你認同我們這個這麼好的理念 我們大家一起吧 我們來會拍攝 我們下一個事情 我們來拍攝 我們來拍攝 我們來拍攝